大家好,我是阿灿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腌制咸鸭蛋的方法 这样腌制好的咸鸭蛋各个起砂流油 口感香嫩又好吃 做法非常的简单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制作方法吧 先准备20个新鲜的鸭蛋 给它放在盆子里面 然后再给它倒入一盆清水 再倒入少许的白醋 然后再用白结布 把鸭蛋壳上面的积粪给它清洗干净 加入几滴白醋可以顺速的软化 蛋壳上面的鸭粪 这样就可以把蛋壳上面的脏东西 给它清洗得更干净 全部清洗干净后 给它放盘子里面晾干水分 然后我们再把鸭蛋 给它放在太阳底下晾散3-4个小时 这也是腌鸭蛋起刷流油的一个关键 如果不着急的话可以给它晾晒一天 接下来再准备一点香料 三小片桂皮 一小把干花椒 三颗八角 几片香叶 一小把小茴香 再倒入50克的高度白酒 把香料给它浸泡一下 然后再用手给它抓洗一下 把香料里面的菲尘和杂质给它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后 再给它倒在魅露里面备用 接下来往锅里面倒入2000克的清水 先给它开大火烧开 水烧至微开后 再把香料倒进去 接着再往里面倒入400克的食用盐 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把食用盐给它搅化开 大火烧开后 转小火煮5分钟 5分钟后再把火关掉 把盐水自然放凉后备用 几个小时后 鸭蛋已经晾晒好了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个 无油无水的玻璃罐子 切记一定要无油无水的罐子 否则的话 腌出来的鸭蛋很容易就变成败蛋了 然后再把鸭蛋给它一个一个的放在玻璃瓶子里面 放的时候也要轻一点 全部放下去后 再把放凉的香料水给它倒进去 剩下的香料也要全部放下去 最后再给它放入30克的高度白酒 然后再给它扣上盖子 盖子一定要给它密封紧一点 不能让它进入空气 盖子淋紧后 再给它放入阴凉通风的地方 腌制25天以后就可以吃了 腌制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先给它捞几个出来试一试 锅里面给它倒入适量的清水 再把咸鸭蛋给它放下去 给它扣上盖子 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煮五分钟 煮好放凉以后我们来看一下 哇这样腌出来的咸鸭蛋 个个流油起刷 看起来就非常的诱人 这样腌出来的咸鸭蛋非常的好吃 喝粥的时候来上一个 哇真的是太美味了 这样的咸鸭蛋腌出来香润好吃 油而不腻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帮忙点赞 关注留言转发哟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